不会功告过满 谦虚认真努力的学习 这是知为此 这个大义 第九能安忍 这一条非常重要 于逆顺进 暗然不动 侧净无贫 二入六根 《金刚经商》说得好 一切法得尘于人 经商所说的一切法 范围很广 试出世间一切法 你要想成就 关键在忍这个字 你不能忍 你就不可能成就 所以忍入波罗密 是成就 精进禅定薄弱的关键 你要不能忍 后面这三条决定没有 所以你要成就精进 要成就禅定薄弱 你一定要修忍入波罗密 逆境里面 决定不生成慧心 顺境里面 决定不生贪爱心 顺逆境境远 烦恼不生 这是忍辱啊 这是忍辱啊 我们大家懂得这个道理 也想去做 为什么做不到 做不到的原因 就是所谓 业障太重 业障习气太重 所以要在四项上落 是尊为我们制定一些戒律 戒律全是四 这些四项说老实话 原本是没有障碍的 你看到原教 到法神大师 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他们又障碍了 为什么没有障碍 法神大师在一切静云当中 自自然然 不起心 不懂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他有什么障碍啊 我们今天为什么障碍呢 六根解除六尘境界 其心动念 分别之主 造业 法神大师 在禁云当中不造业 所以他的成就 就是定慧 定就是不懂信 慧是明了 样样清俗 样样明了 慧 定慧现前 这叫三昧 这叫镇寿 我们没有啊 我们现前受的是什么 苦落忧息时 我们搞的这个东西 要知道苦落忧息时 六道轮回的都才有啊 六道之外 没有这种受了 都是享受的三昧 享受的定慧 定慧 功夫由前身不同 都属于震寿 定慧的功夫越深 享受的就越自在 那是真落 这极落世界 我们遇到境界限前 齐心动念了 自己立刻就警觉到 警觉是又造业了 不只是行为业 念头才生 就造业了 齐心动念 是一一一地 这造业 你说怎么得了呢 念佛人 就用这一句佛号 这个方法实在是 殊胜妙诀 念头才一动 阿弥陀佛 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 这叫真修行 这叫真用功啊 会用功啊 决定不能叫妄念相续 妄念相续 那就造业了 古人常说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念是念头起来了 也就是这样的 分别之主 这个念头才起来 马上一句阿弥陀佛 把它换过来 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觉 你要觉到快啊 这个是念佛法门 比其他法门殊胜 这容易啊 一句佛号 就把你的妄念压住 把你这个分别心取代了 执着的心取代了 贪嗔痴慢的心取代了 恢复你自信 真诚清净平正求 这个叫念佛法 绝对不是口念弥陀 心散乱 这个心还跟平常一样 那有什么用处呢 那种念佛人不能往生 只是跟西方极乐世界 几个月 阿雷耶尔史里头 落一个弥陀种子 这一生 不能往生 还是要搞流大轮回 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这一生要想往生极乐世界 拥托轮回 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修法 用这一句弥陀名号 顺利静云 去而代之 下面讲 侧经无品 为什么要搞流大轮回 穿上